总理事,各位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了 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75周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75年里面 中国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国 但是令我最赞叹的就是 中国今天不单只是一个长国 还是一个追求和平的长国 这个是中国的领导人 他们的高到的机会 还有他们的层出可以做到的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成就 我们非常非常高兴 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一带一路 因为这个政策 中国的目的就是把不同的国家连约起来 让他们的人们互相交流做贸易 然后大致全世界的和平环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的成就也带不少的道具 还有默契 很多很多非常不好的动物 我们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的领导人 一句话就是默默的工作 不理他们 让只是不怀好一个国家 自己富难自己倒下来 谢谢各位 祝大家心情健康 谢谢 我们想邀请的 谢谢两位 我们有请胡锡北副主席 黄博威副主席 刘盈副主席 和林健全副主席 来接受两位议员的贺信 谢谢 我们的胡锡北副主席 黄博威副主席 刘盈副主席 和林健全副主席 上台来接受我们 万锡市两位议员的贺信 谢谢两位 激情分享 好 胡副主席 还有余卓文副主席 余卓文副主席 也请尽快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等等 余卓文副主席 我们下 там 余卓文副主席 也是我们下成的 余卓文副主席 你能够ado吗 优向你的 你要做什么 余卓文副主席 无识 保余卓文副主席 更是感谢两位议员对于我们的国度的支持 对于我们多人多欢迎